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十点零五分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OP最整点 这一小时要跟大家分享即将在八月十八号上映的一部欢乐疗愈 又是充满了温情的一部见鬼喜剧电影 叫做我的麻吉四个鬼 今天现场有大家非常熟悉的韦伯哥 韦伯好 哈喽 树伟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我的麻吉四个鬼的导演谢佩如导演 导演好 哈喽 大家好 以及我大事演员 亿万票房的保证 帅气男星 演技派帅气男星 对 曾静华 静华早 哈喽 大家好 是 好 暑假这个进入了八月份嘛 那八月十六号其实就是进入了鬼月 对 所以有很多跟这个鬼片相关的也就纷纷要上了 非常的这个符合时节啊 是 我的麻吉四个鬼 我刚刚有提到她欢乐疗愈又温馨又是一部喜剧 好 那先请导演分享一下 好 这个我的麻吉四个鬼当时拍的时候是先接到剧本然后开始 起心动念然后开始去找了很多演员了 开始有casting这样子吗 对 那个时候好像我是刚跟那个监制Rita姐合作完比 《悲伤更悲伤》故事的影集版 然后呢那个Rita姐就邀我说她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然后看我也没有兴趣 然后我看了就是非常的喜欢 是 对 因为她就是她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核心 然后是充满就是非常真相的 然后也有很多很挑战 对演员很挑战的地方 就很想尝试看 是 因为谢佩如导演没有拍过鬼片啦 对没有 我本身不太爱看鬼片 哦 本身也没在看鬼片 对对对 但是你不管是拍《大二》啦 或者是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剧集版 其实都蛮有导演自己的风格的 这个导演的风格他其实真的蛮温暖的 对 所以说我第一个想好奇的是 当Rita就是监制她把这个就是有鬼的元素 然后这样的一个类型找到你的时候 你那时候的心情怎么样 以及有别于过去的作品啊 你想想真的跟《大二》不一样 虽然都有蔡佳音啦 对 那这一次怎么样去把它就是消化 然后成为一个新的影片风格 其实没有参与 就是没有尝试过的元素 我都会蛮想试试看 而且这一个鬼又是非常温和好笑的鬼 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可怕 对对对 觉得蛮好 而且里面也要挑战很多喜剧 他那个喜剧呈现的方式 也跟我平常习惯的小幽默 都比较不一样 嗯 OK 好 那这一次因为静华 他在里面演的这一位 这个不得志 然后这个又没有什么家人 徐先生 老板又发生事故是不是 对 他就捐款逃跑了 对 老板又捐款逃跑 所以他就是百无聊赖情况之下 他就一直很想死 但是 但是又死不了 这个人生真的很有逆境 我想先讲的就是说 如果观众朋友买票进电影院看 你可以一张票价看到非常多个 曾静华不同的表现方式 对啊 诶 静华你接到这个邀约的时候 你有没有觉得挑战性很大 嗯 第一个是 我觉得这个角色他的背景 就是他的背景是 我完全没有挑战过 对 然后第二个是 因为我自己 嗯 我也不是说 从课班或是 我有一些什么样子 呃 在演戏的时候有什么样子技巧的人 嗯 嗯 对 所以我就一直在找说 到底什么是最适合我自己的 在我拍每部戏的时候 其实我每部戏的准备方式也都不一样 嗯 然后嗯 对于每一个角色其实我也不太知道说 自己到底适合什么 对 所以我在接这部戏的时候 其实我一直很想做更多的尝试 然后去接到不一样的角色 那既然有一个角色可以让我一个人 在里面有五种尝试 嗯 嗯 对 那我自己就蛮想去试试看 哇 我蛮好奇的是 是当时导演是怎么跟你邀约跟就是 沟通这一个角色跟这个案子 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话都不多 嗯 哈哈 我们两个话都 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了 因为净华好像话本来就不太多嘛 对 对 他现在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 哦 哦 我记得他那时候一直吃糖果 好像很喜欢吃软糖 对对 因为我那时候一紧张我就开始吃甜了 哦 然后就是 反正反正就去 公司 去Rita姐公司 嗯 然后我们见面 对 然后见面聊了 聊了一阵子之后 我们就开始直接试试 哦 就直接就是了 对 是同一天吗 是同一天啊 好像不同天 哦 后来有再花一点时间试试 那导演怎么样跟净华 呃 沟通这个角色 呃 呃 我们 其实因为虽然他是喜剧 但是这个角色他本身其实是有一个 比较悲伤 然后一个基底 嗯 那同时他是一个非常真诚善良的人 所以其实我们试试的时候 我们是直接试试那个 呃 比较沉的戏 因為都很專業 我覺得那個後面再來調適就ok了 所以就是你剛講到 他在這個片中的角色 其實有一些悲苦啊 但曾經華其實是一個 還蠻好命的孩子 怎麼樣去演出人生悲苦的 這一個況味呢 我 我自己也不敢說自己好命啊 相較於你劇中的角色 你好命一百倍 對啊 就是 怎麼說 我覺得 他的那個背景故事 我覺得是跟他小時候的時候 有有一些關聯 我怕爆雷 對 反正就是 我覺得阿偉這個角色跟之前 其實我拍的很多角色裡面 其實都蠻慘的 對 像我都是被打 或者是身上會有很多傷口啊 對 要不然就是 幾乎每一個角色都要跳樓啊 真的 如果你去看的話 反校 反校 怎麼這麼說起來 好像也是欸 然後 還有什麼 柯在威有跳啊 對 柯在威有跳啊 幾乎 幾乎 幾乎每一個角色 臉上都是有這些 今天的標題是 新生代人性男性 跳樓專業戶 真的欸 欸 怎麼那麼巧合啊 對 欸 不講我們還沒有去 整合這個事情齁 但我覺得這個角色 很有趣的就是他 那這一個很悲慘的人生裡面 對 我覺得 剛剛好碰到了是 我自己在 不管是表演還是工作上 其實我也有點找不到方向 有一點呼應跟一種投射 那我覺得可以從這個角色 其實我記得拍完那一個半月 我自己成長很多 我覺得從表演上面 我找到了一些新的東西 對 然後再往前推一點 其實從我當完兵之後 呃 我一直 我一直很怕我自己 呃 當完兵之後我會沒機會 對 所以我就 我那時候就抱著 抱著一股熱忱就說 我趕快趕快回來拍戲 所以我連續接了三部戲 哇 第一部是不良執念 嗯嗯嗯 第二部是麻吉鬼 第三部是一起 對 那 我就是 直接投入 在裡面 然後我中間也沒有說 呃 可能休息一個禮拜而已 嗯嗯嗯 一兩個禮拜 然後就馬上進下一組 馬上進下一組 那對我來說 其實 真的 呃 剛剛好 我一開始抱著 不良執念的 那個熱忱進去 其實真的會被消耗的 嗯 那我覺得每個階段 其實 這三個角色 真的 就分成 三個階段 然後在每個階段裡面 其實我都找到了一些東西 然後也跟我那時候的狀態 蠻有呼應的 這是我覺得 其實才是我最幸運的地方 太棒了 哇 我覺得鏡華這段分享的非常好欸 好 曾成我們又看到了一位演員 齁 呃 他在人生有很多不同的階段 那 大家不斷看他的表演 你會從我的麻吉四個鬼當中看到 曾經華非常精彩的演出 好 那我們現在聽到的是 威里安幫我的麻吉四個鬼做的主題曲 一直都在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當中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夠味的觀點 全都在書尾的 POP最正點 好 10點18分 歡迎回到 POP最正點 啊 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即將在8月18號上映的 我的麻吉四個鬼 今天現場有韋伯哥 也有導演 謝佩如導演 以及演員曾經華 8月18號就要上了 那我們現在要贈票 來跟各位朋友分享 今天的贈票的題目 就是 請問 你為什麼 想要 想要 看這一部片 是這個嗎 你為什麼想要看這部片 那活動的方式就是 你要按讚加入POP Radio臉書粉絲團 然後收聽今天POP最正點節目呢 你就可以找到那個贈票的主題 回答問題 要tag一位好朋友 你就有機會得到的是 8月14號 禮拜一 7點40分 在西門國賓大戲院的特映卷 歡迎大家趕快上來 我們的臉書粉絲團 找到主題贈票 然後回答問題哦 好的 那我們剛講到 我的麻吉四個鬼哦 他是 歡樂 然後但是又有溫度 會讓大家哭 但是也是一部很溫暖的鬼片 他不是那種恐怖的鬼片 對不對 所以導演 要不要先跟我們講一下 這部片 大概裡面的劇情 不劇透的方式來跟我們講 他演的是什麼 哈哈 太難 不劇透的方式哦 好 嗯 嗯 嗯 就是呃 我的麻吉四個鬼 講的就是一個很地獄 倒霉鬼 阿偉 他呢 就是呃 在生活中就找不到 活下去的意義 然後呢 有點想要親生 但怎麼樣都死不了 而且呢 更衰的是 他還被四個鬼給纏上 嗯 然後這些鬼就纏著他 不讓他 就是不讓他去死 然後還要就附身 然後就是搞一堆死情 嗯 那最後呢 阿偉不得已之下 只好答應說 要完成這四個鬼的心願 嗯 對 然後就一路 一個冒險的旅程 是 他就是找了一個 發發大師 哈哈哈哈 他就找了一位 發發大師 就是呃 白白所演的 然後發發大師 就給他做了一些指點 就是說 你一定要完成 他們的心願 四個鬼 才會安心上路 對 然後他就 百般不情願的 想說 好吧 就這樣吧 對 就要完成 他們的心願 剛才 我過程中還有 就是他 我忘記 他還有遇到一個 他的天使 就是少羽威飾演的小羽 啊 對對對對 我覺得你拍少羽威 根本是還有給他揉膠嗎 就是一種女神光 那種感覺 他剛剛消防員 還有女神光 你看看 他自帶女神光 救護員 喔救護員 對對對 救護員 齁 就是有自帶女神光 那種感覺 對 他本身就有 你看他本人 也是覺得 都亮亮的 這樣 但他 他私底下蠻好笑的 呵呵 他私底下是很 活潑有趣 對對對 對 然後蠻愛開玩笑的 但是裡面少羽威跟 真妮威還有一點 一點曖昧情愫喔 嗯 對 一點點而已嗎 哈哈哈哈 很可愛 你看感覺到的是 對 嗯 有啊 但我想要問的就是說 剛剛打野有聊到的就是說 裡面還有很多其他的角色 但每一個角色都非常的有特色 而且記憶度非常高 所以我有問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 你怎麼去組其他的這些演員 你怎麼去casting跟選角 嗯 這些鬼 對對對 然後第二個問題 等一下就會問曾靖華 你一個人既然被上身了 然後要演這麼多的不同的演法 嗯 哇到底是怎麼去把它搞定這一切 先問一下導演 先問一下導演好了 嗯 這過程蠻好玩的 就是因為我們先訂了阿偉嘛 然後就在想說 欸怎麼樣這四個鬼排列 排列在他身邊 會是有趣的組合 嗯 對對對 然後可能就我記得在討論過程中 呃 結果就有人聽到 欸蔡佳音呢 我就覺得欸好像蠻好的 就是覺得很有趣 對 然後又加上阿欣 阿欣他整個那個 他就是非常的 他非常戲劇化 對 然後整個 他樣子也很戲劇化 對這幾個人 都在一起就很新鮮 我覺得他頭髮真的很吸引人 這個頭髮 哈哈哈哈 對那個頭髮超酷 喔然後露姐 露姐其實我們一開始就好像沒什麼懸念 就覺得喔這個鬼婆婆就要是露姐 嗯 就他應該是蠻早 蠻早就先確定的角色 嗯 嗯 然後弟弟那個洪君浩 他是一個新人嘛 是 對 然後他也是 我覺得他非常大氣欸 就都不缺場 然後整個 整個在現場表現也非常自然 嗯 很可愛 對對對 就這幾個麻吉在一起 就真的好像一群好朋友一樣 吵吵鬧鬧的 對 所以有煙鬼啦 嗯 然後有碎唸鬼啊 愛哭鬼啊 調皮鬼 對 這個搗蛋鬼這樣子 然後就是 呃在一直在阿偉的周邊 那有時候還時不時會上身這樣子 嗯 欸所以上身很難演齁 上身 嗯 嗯 因為其實我看過很多種上身的方式 然後 呃像佳音是 我的表演指導 所以 呃 我自己跟他討論很 還蠻 還蠻多次的 嗯 就是我在想說 欸到底要 怎樣做 上身的動作 但 嗯 我覺得 這部片 我覺得還是要讓觀眾看得懂 嗯 或是比較容易感覺到 嗯 對 所以我們把它 用 藉由一個 好像 今天 呃我推你 或者是 你今天有被 被車子撞到 嗯 對 的那一種感覺 就是去呈現這樣子 然後 我們把它分成了十個程度 就是 有一到十 嗯 今天假如你是 嗯 突然慢慢的靠在我身上 然後就進去了 嗯 對 或者是 呃他今天是 衝過來 然後那個人又很壯 或者是 車禍現場 對 嗯 然後用跳的這樣 進來的話 所以你會有一個 接受到一個 力量的感覺 嗯 然後這個東西剛好 欸 你被撞到了之後 你下去 嗯 或者是 哦你 你你你 跌倒 什麼之類的 但在爬起來的時候 你就知道那個 嗯 那個狀態 而且是 呃我覺得最難的是 那個第一拍的東西 嗯 就是你 起來的時候 你要馬上讓 觀眾知道說 欸你現在就是他 嗯 那個眼神的轉換 對 我覺得眼神跟口條的 那個轉換 還有動作 動作 眼神什麼的 就是 馬上 就是你要讓 觀眾看到說 欸現在 他他可以知道 是哪一個人 對 因為我覺得 這一部戲還是 一個比較 給一般觀眾 或是大 呃 大眾 大家都可以看得懂 嗯 那我 想 設 我也不想設定說 他的觀眾群 或是 呃 有 有 有誰會來看他 嗯 我覺得不管 年紀大或是 甚至是小朋友 嗯 我覺得都 都是可以來看 這個角色 所以 我想要做清楚一點 就在演技方法上面 你可能會設定一個開關 那這個開關 其實他有那個 一到十 對不對 當你這個開關打開了 經過了那個 然後回來 透過你的口條 透過你的肢體 透過你的眼神 大家就知道 欸現在是哪一個鬼上來了 對 也幫助觀眾 很快的可以理解 對 嗯 那我前面也花了很多 時間就是找 他們四個人 出來排練 非常 非常多 其實我真的蠻 蠻感謝他們 因為 呃 真的在 呃 劇本裡面 我上升的橋段是 他們完全不需要演出 嗯 我覺得 就是有一些場次是 他們完全不需要演出 但其實 透過這樣 他幫助你們 他們在 就是排練的時候 他們是自己 會去找一些東西給我 嗯 然後把那個東西 表演給我看 然後有時候 我就會把他錄下來 或者是 呃 現場 就是大家 一直在玩 這樣子 嗯 其實還蠻開心的 嗯 讓 嗯 那所以對導演來說 我覺得 演員 自己都這麼的 真投入 給你這麼多的 呃 方式 還有回饋 嗯 所以對導演來說 導演對他們的要求 對靜華的要求 你有跟他說過什麼嗎 嗯 嗯 我覺得他自己 就非常非常拼 我可能就是 輔助的角色而已 我可能有時候會叫他 就休息一下 對對對 嗯 是 那靜華剛剛沒有講完吼 我 嗯 喔 我記得有一場 那場是我覺得最難的 就是 在 呃 那場裡面我要 被 三個鬼 三個鬼 對 就是 那個奶奶沒有 對對對 對三個鬼 就是 上身碗出去 再上身碗 嗯 嗯 內斷水 進來再出去 哇 就那個東西我發現 是 對我來講非常難 因為 他在現場的時候 頭腦要非常 清除 然後 嗯 那場我們也 排練了一些 但是到現場 他是一個 很 很 有點即興了嗎 對有點即興的東西 對 然後 然後 因為像 主要是像 阿欣 嗯 像 露姐 嗯 其實他們都是很 很 憑感覺 或者是呃 在現場的時候 是會多丟一些東西出來 你要怎麼接得住啊 對 或者是他每一次表演 他都不是 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都不會這樣子 可是是 是 是 會越來越好 我覺得 因為他們越來越清楚 或者是他們今天 就是會有多丟一些東西出來 你覺得是好的 嗯 對 那其實像 呃 我舉阿欣來說好了 他 呃 我常常就是在 呃 在排戲前 在在要拍的那一顆錢 我就是纏在他身邊 嗯 對 然後一直去 呃 盡量跟他聊天什麼的 因為當然 我大概知道 呃 說 阿欣他的個性 或他講話的態度 還有 一些 東西是什麼 但我覺得 更多更好看的 其實是在 你跟他聊天的時候 無意間 呃 跑出來了 嗯 對 我說的那個東西 可能就像是 呃 他 呃 你今天等 等一個人 或等一件事情 等到很不耐煩 他說 你當時在 跑個阿比喔 哈哈 對對對 你當時在跑個阿比喔 就會有這種東西 火花就出來了 對 跑出來 那這個東西就是很好的 嗯 嗯 就是 但後面其實 阿欣也不用演一次 他就可以自己模仿 阿欣講話的 對對對 聽眾朋友 我們講的阿欣就是張宰欣 對對對 大家可以去想像一下 他以前是在這種黑幫裡面演這種小弟 可是在這一次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演出 嗯 沒錯 所以對於曾經華來說 他這一次的這個角色 呃 是全劇的靈魂啦 而且他等於是演技上面有很大很大的一個 呃 多變性 跟多變 對 可以讓大家看到不同面向的曾經華 那對於我的麻吉四個鬼來說 他是一部在8月18號也就是進入鬼月的時候上映的 但是沒有恐怖喔 對 就是適合全家大小一起去看的一部片啊 那在鬼月當中要有一部就是讓大家可以笑可以哭的片 那我想大概就是我的麻吉四個鬼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節目當中喔 最有料最新奇最夠味的觀點全都在書尾的POP最正點 好10點33分歡迎回到POP最正點啊 即將在8月18號上映的我的麻吉四個鬼啊 今天來到現場的是謝沛如導演 還有演員曾經華以及韋伯哥也在現場 好剛剛有提到了這個呃 裡頭的演員喔 的確是大家都是呃 各自激盪出大家最大的這種 有火花出來 然後有很多不同表演的方式 這個呃 大家在看了之後應該會覺得哇 這個難道 而且你剛開始看到曾經華在裡面的打扮 你就認不出他來欸 我最有夠頹廢了 帥氣犀利哥的感覺 欸所以你那段時間是有特別要做些什麼樣的準備嗎 就是讓自己的眼圈越來越黑這樣嗎 哈哈哈哈 欸其實拍開心鬼我是完全 幾乎完全沒有什麼上妝 嗯 對然後因為我記得我那時候 因為我的眉毛太太濃 对我们前期有讨论很多 要怎么把它弄 不要那么帅 对啊 因为它本身 这个五官就很帅气 对啊 那头发那一些的也是 都不用洗是不是 头发那时候 我觉得蛮刚好的是 我刚拍完不良 然后我那个狼尾 那个狼尾其实已经留到这边了 留到脖子 对 然后 但我侧面是剃掉的 所以我那时候 也是有接法 我夹霸片上去 但我是接旁边这边 OK 对 就是把造型能够去帮助它 稍微又颓废一点了 对对对 又稍微就是不修边幅一点 我蛮好奇的 就是在上升的这几个鬼当中 你觉得 你觉得最难演的是哪一种鬼 最难演的 对 感觉好像都不容易 我觉得 我觉得真的可能是 或是小朋友 对 那小朋友的话会 小朋友难得点 展现出淘气 因为他也是那种很即兴的 他当天心情好 然后心情好 我就很有power 对 但就是心情不好的话 就是他会又有另外一个东西 是更好的 对 就是那种有点傲嘟嘟的那种感觉 所以其实都是好的 只是要 我今天要选择用哪一个 或者是 对 看他身上会有什么新的东西跑出来 我可以去抓的 但都很不一定 对 你刚才讲到一个重点 因为他这个就是他的这个 我觉得起伏比较大一点 但你们的演员们都各有特色 导演你要怎么样去控制大家在同一个水平跟一个tune上面 我好像没有特别 我觉得好像就是大家聚在一起 然后长期相处下来 久而久之 他的频道就会在一起 因为他们彼此都有在彼此配合 他们不会说各做各的事情 所以好像是大家一起相处 然后就真的整个就是一个麻吉感 然后大家那个守起来以后 好像是一个比较有机的状态 其实我演完复生的戏 我有一个心得是说 哎我今天演复生啊 或是演模仿 然后真的里面有这个人 但我要真的要跟他做到百分之百一样 这个这个问题是 你有在思考 我演完之后我自己感觉到 就是 到底是要让观众觉得说 哎我演的跟他很贴近 还是我有抓到他的精髓 你可能要抓那个比例 或者说他复生你70%是他 然后你自己留30% 或者是中间怎么跳 对因为 我会有这个想法的出发点是 呃今天我是被鬼上身 嗯 对但身体 身陷 还是你 表情 一样还是我 可是可能他的情绪转移来我身上 其实哎我表现出来可能不会跟他百分之百一样 因为我本身还有你自己 条件就不一样 对 对 所以呃 我觉得是呃 到拍到后很中后段的时候 我理解到一件事情是 呃今天我看他们表演 我今天我想学习他们怎么去呃 做做这些情绪出来的时候 我会选择 我大概抓个七八成就好了 嗯 对 剩下的东西我可以自己玩 对 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有趣的 是我在拍 骂气鬼的时候感受到 我原本以为说 哎我要百分之百还原他 或者是 哎我要 呃呃 就是尽量跟他越像越好 抓到越多东西越好 但其实不用 只要有一个就好了 嗯 有个精髓 对 讲到重点 而且你还反而有自己的一个创作的空间 嗯 对 对 就是你觉得什么是最吸引你的 但前提是 你真的要花很多时间跟这个演员 相处 或是真的人 嗯 培养 培养 培养信任感 或是什么 或是跟他了解他什么之类的 嗯 对啊 就有时候其实 一个动作可能 阿兴 他有 推眼镜 他就 他有戴眼镜 对 所以 其实一个东西 其实你会 就可以让观众很快知道说是谁 嗯 对 还蛮有趣的 嗯 那个神情 那个神韵 对 那个动作 但是我们在观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是 马上就catch到了 那个神韵是 我觉得是很到位啦 好险 很到位 他们期待要有的效果 是是 然后整部片 其实有很多彩蛋 这些彩蛋 我不知道哪些可以爆雷 导演 这些彩蛋就是 里面有一些 我们看到哇 怎么他也出现了 怎么他也出现这样子 嗯 对这个也是你们精心设计 对 有 那个预告我出现那个 坤达 可以讲吗 坤达是可以讲的 对对对 那他到底 在里面是什么样的角色 大家自己去看 嗯 对对对 OK 对啊 坤达是第一次演电影吗 没错对 哦 我知道也是很惊讶 就是因为 他怎么资深 哦哈哈哈哈哈哈 他怎么第一次演电影 哦 他第一次演电影 对啊 很荣幸 那他接受了这一个 算是彩蛋的这种角色 嗯 他当时为什么会打演 这是因为朋友姻亲的关系吗 这我就不知道 这我就不知道 哦这个然后问一下制片了 对对对对对对 哦但是坤达在里面也是让我们说哇 哇坤达欸这样子 嗯对啊 他他的表现也 我觉得他表现也很棒 嗯嗯嗯嗯 我想问蔡佳音 因为你也跟他合作过 然后这一次他的表现 加上他同时又是戏剧指导 他在整个组里面 站到怎么样关键性的角色 他比较像 呃其实他比较不是真的戏剧指导 他比较是因为我们大家一起排戏 然后他是比较有经验的 所以他会以他的经验来来协助大家 这样子对对对 没有没有说 把他就是说 哎你要来帮忙做这整件事情 嗯嗯嗯嗯 但是就蛮好玩啦 因为每次跟蔡佳音合作他的角色 我喜欢看他演不同的角色 我不太喜欢比较重复的 那这个我第一次看到他试妆 烫那个头发出来我笑死 哈哈哈哈哈哈 那很有习肝 对啊对啊 而且他在里面又又算是要演一个 又蛮爱跳舞 然后又蛮唠叨的 对 他这个算算是有点温柔 算温柔爱哭啦 是又爱哭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觉得很好笑 然后又又又又很柔 然后他平常大啦啦 你知道像个女侠一样 对对对对 他这次要这样整个动作都小小 然后声音细细的 你会不会不习惯 有一点 他怎么了 哈哈哈哈 因为蔡佳音在大二当中的表现 真的很很棒 对 就是让大家也印象非常深刻 那像你如果要蔡佳音 这个 这个鬼上身你的话 这表现方式 最挑战的是哪个部分 因为你还要穿女装 对不对 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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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觉得我没什么困难 对 我觉得这个角色 对你来讲很OK就对了 主要就是 我觉得 我觉得 嗯 最难的是 哭泣吧 嗯 对 就是他 哭法 他会有一个 呃 错泣的气声 嗯 对 那那时候是 是我练最 最久的东西 嗯 就在找最久的东西 嗯 我很喜欢转换那个哭 因为那哭是嘴巴也会颤抖的 我超纯 有因为 我就想说 呃 我自己 自己回家有看过 就我自己回家有练过 就 靠怎么那么衰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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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就差不多就是 比随小更随小的故事 对 对 對人哭也太衰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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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但我都想说 嗯 阿伟本来就 现在的状态本来就很衰 是啊是是是是 那就这样吧 嗯 就好啦就這樣子 至少那個聲音還有那個感覺是我有抓到的 我自己有我相信就是 別人看應該也是會有 那剩下的我就覺得 先把這些東西做好 一部一部 那在導演拍攝的過程當中 哪一段你覺得挑戰性最高 最難拍還是拍最久 最難拍喔 我覺得情緒戲 情緒重的戲都蠻難的 然後還有那些特技就是那些 因為鬼要做一些可能龍捲風旋轉 然後在疊羅漢在機車上啊 或者是吊在電燈 就是那個叫什麼路燈 路燈上然後要抓抓著阿偉 那些戲我都覺得蠻挑戰的 對他們來說也很累 也很挑戰 主要一個就是上身嘛 然後第二個就是動作戲 第三個是情緒戲 因為後面情緒戲我們 是 裡面有人確診 喔對對對有確診 所以修了一段時間 然後 然後再培養 我們就要趕快補 補起來 所以我記得我那一天 真的從 早上11點嘛 就真的拍到隔天 天亮 但全部都是哭戲 哭了這麼久 然後我就 對我那天皮繃超緊 就從第一刻開始跑步 然後我就開始 開始開始 對 但真的還好 就我剛才說的前面我們建立的 那些情感 跟這些演員 不管是角色 內還是角色外 基礎的東西 對那一天就反反噬過來 就是他會給你一些能量 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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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反饋 反饋 對就是你當你看到他們的時候 那個東西就是會跑出來 然後他們走的時候 對那個遺憾 或是那個捨不得就會跑出來 對 你第二天應該頭超痛的 哭到 第二天腫起來 眼睛腫到張不開了 我就詢問問 為什麼副導這個表 拉哪一天這個會這麼硬 沒有辦法 其實我覺得這部片他非常調皮 他就是有一種他想要去這裡 他就不會去那 像我們有一個遊樂園的戲 我們本來是一個夜市 就希望是在晚上拍 但是怎麼樣就是他不給我晴天 就變成一個就是 下雨天 對他一定是下雨天 而且變成要白天拍 所以就 我們就好吧就是 這部片好像他想要走這樣子 你就是必須要順著他 對他就是很皮啦 他有他的八字就對了 對然後他會有點鬧 就戳你一下戳你一下這樣子 我也蠻相信這個 是 好所以 所以導演因為也是 第一次拍這樣類型的片子 那對導演來說 你覺得最有趣的部分是什麼 最有趣 我覺得看他們表演真的是一個非常精彩的事情 就是 阿偉然後跟四個鬼聚在一起 那個吵 他們要一起講話的時候 真的是吵到旁邊都聽不到 我那個咖要大叫 大家才會聽到 不然真的是 就是真的很大聲 很人喔 對很好笑 我們在我們在計程車裡面 嗯嗯 對我們在 車子裡面的時候最好笑 因為那天我們拍飯班 嗯 然後大家大家都很累這樣 對但 但弟弟弟 就是會 繼續開始 開始就是 很嗨 很嗨 想跟大家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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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他會 就是 呃 他能量比較多 對他能量比較多 所以這個弟弟都沒有在害羞的齁 沒有嗎 大方很大方很可愛 但是我們又不敢讓他睡著 嗯 不然叫叫不行 就是那個 要不然他起來狀態不一樣 對對對 所以我們就一直把那個能量維持在那邊 Hold住在那個狀態 真的很辛苦很累 嗯 好那這個 呃 大家可以進電影院裡面去看 但是還是要準備一下 就是說你前面覺得 欸很歡樂啊 或說啊 這部片 真的 看到這麼精彩演技 但後面的情感戲是蠻爆發的 情感撞擊喔 哦 情感撞擊大家準備一下 對對對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當中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夠味的觀點 全都在書尾的POP最正點 時間五十一分 歡迎回到POP最正點 好的 我的麻吉四個鬼 8月18號要正式上映了 剛剛聽到了 包括了謝佩如導演 還有靜華好來聊到 呃 他們在劇中喔 其實真的靜華我覺得他很努力耶 對 而且他是一個 很有自己想法 然後不斷想要用各種不同的演技來呈現給大家的好演員 反應很慢 思考很深 思考很深 思考很深欸 好思考很深 那對於這個韋伯哥來說 韋伯哥你怎麼看這一部片 我的麻吉四個鬼 因為我們一起去看試片 對 其實到最後我剛剛一直跟他講 我那個情感很深的戲 其實都還蠻被感動的 對阿而且就像剛才說一姐講的 有一些同場的男記者竟然會看到最後會失淚 所以我覺得他的這個情感重擊蠻強的 但是很棒的是 呃他有鬼的這個元素 但是有喜劇有溫情 而且還有動作 謝佩如導演變成動作戲導演了 對阿 動作片導演了 他這個動作其實蠻 其實蠻搞剛的欸 嗯 對阿 因為總是鬼嘛 可以飛天遁地 所以我覺得這一張票價 他可以擁有不同的感受跟享受 所以這是蠻出乎我的意料 就看完之後是有一種 那開心跟滿足的這個心情走出影廳 是沒錯 而且因為他這個雖然說是鬼啦 我的麻吉四個鬼 但是他其實蠻蠻適合全家大小 一起去看的 嗯 對 那最後導演還是要來催票一下 嗯 呃 對我們 我的麻吉四個鬼要在8月18號上映 然後他是一個 呃 我覺得會讓大家看的心情會很好 然後也會有很多感觸的電影 就很希望大家可以來戲院觀賞 嗯 好 文靜華 嗯 我 其實我很 我很期待小朋友看會有什麼感覺 嗯 因為我記得我小時候有很多 呃 比方說像是卡通或是呃 呃 有看過一些 呃 大人看的電影 或是一些經典電影 像鐵達尼浩什麼之類的 呃 那時候 雖然還看不懂 但我覺得那是一個呃 真的小時候的回憶 然後我希望 這一部戲是 小朋友看了之後 在 你長大的時候你再回來看 你可以跟自己說欸 你看懂了一些什麼 或是呃 他曾經帶給你一些 開心啊 或是什麼情緒 然後我覺得你可以帶帶著這些東西 對 我非常希望小朋友可以來看這部片 嗯 然後的確它是一個適合 呃 不管你年紀大還是年紀小 其實大家都可以帶著家人 或是你最在乎的朋友們 一起來電影院看這部片 嗯嗯 我的麻吉四個鬼 好 那剛剛有跟大家講我們要贈票喔 呃 請大家上我們的臉書粉絲團上面 找到呃 贈票的主題 然後回答問題 我們的問題就是你為什麼想要去看 我的麻吉四個鬼 要take一位好朋友 你就有機會得到一個特印券是 下個禮拜一喔 8月14號晚上7點40分 在西門國賓大戲院 一人得獎可以兩人同行喔 總共有十個名額 歡迎大家趕快來回答 我們公布的時間就是8月13號禮拜天 好希望大家都有機會可以進電影院 我們一起來支持我們的果片 好非常謝謝今天呃 導演來到我們的現場 也謝謝金華來到我們現場 謝謝惟博